好,回到第三節 其實台灣和香港的關係都很密切 早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1949年大陸的政權逆手 我們和大陸的關係 就是過年過節 或者老人家穿幾十件衣服走進去 油包等等 那時候的印象就是這樣 我們年輕的時候 六十年代初大權王時代 湧出人家來香港 所以跟台灣的人反而有些文化交流 影劇最多 所以為何香港的歌劇 有那麼多台灣歌星就是這樣 那時候的六十年代 電影也是,看國語片 記得嗎 粵語流行曲還沒那麼多 那時候最流行的國語時代曲 就是國語時代曲 好了 姚里、周全、李香林 我剛才說的是台灣 這些是大陸 我先看了大陸的 第一層來香港 每個人都聞名 這些都是台灣的 全部台灣的 姚蘇蓉、陳黃美、張帝 那些都在那裡 謝雷那些全部都在那裡 最早來就是 我記得是邵國柱引證來先的 因為他太太是台灣人 他最早引證來就是 在這個保慶旁邊 有一間叫金麗夜總會 那時候金麗夜總會 這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鄧麗君那些 台港關係 這就是一種文化交流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還有 七十年代還有 七十年代,初還有 那時候… 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前 是 其實這些是最多的 那你大陸那些 就多數是 當年國民黨統治時代 那些演藝界人士 我這些台灣歌手 有個好笑話 有個兄弟就看重陳和美 他做過老散集差 跟鄧雲的 他有馬打電話來 今晚我捧陳和美場 你幫幫忙 開駕美國士丟必假 那時候我開駕士丟必假 幫忙去散場吃宵夜 我問你肥仔 你能否追得到 你能否追到 兩兩鐵 你不… 怎樣找歌聲 我會說 自己人要去 接了下來 我進油 我弄一股 那時候有個油站 車身上陳和美和他 他想說他是假裝公子 穿了西裝 打擾了太 你不… 你不… 我打擾兩元 你大大聲 我打擾兩元 你不… 那條歌聲的 你不… 那麽順行的 入油入兩元 你不… 你走到哪兒 你不是… 你拿著 我拿著 我拿著 我拿著兩元 他當你司機了 是呀,海狗肥仔 入兩元 你不… 我老闆說入兩元 那麽順行的 那麽肥仔 很… 台湾妹 那時候追不到 很多有錢人追 這個徐小鳳 那時候很年輕 徐小鳳很年輕… 徐小鳳很年輕… 他… 說歌壇 真的… 李隆基最… 最久了 70年代 但他搞了很多新事 不是最久 最久了 即是說在酒廊 酒廊 酒廊出身 他想唱英文歌的 唱酒廊最久 最久 他說呢 他只是大我小事 他在82年的時候 他最多賺二十多萬一個月 他只是大我小小而已 82年 他自己說 最多那一月賺二十多萬 不簡單 一晚走八場 他那時候是唱酒廊 是呀,周圍走八場 到現在他也有功夫 他又彈又唱 是的,他真的有功夫 現在有很多場合 酒廊最好是他 最近… 最近… 似乎是和大歐 威尼、威尼、威尼 在醫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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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夏朝鮮 又是唱歌很久 這個阿珊 這個女生 又是唱很久走廊歌 她是OK的 她是唱家班 她小女孩就唱黑暗 六、七歲唱歌 真是厲害 她家府做銀燈日報 不營燈日報 不營燈日報 我記得她的爸爸 她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做編輯的 是的 她稍為大一點的時候 在新世界那邊 巴斯條有唱過 她到處唱 她唱英文歌 是的,她唱英文歌 現在什麼歌都會唱 這個就是1972年 心心 西瓜豹都有 是的 歌舞 是的 梅艷芳的媽媽教的歌劇團 就是在新界到處走 我叫行樂戲院 這裡是上水的 這個廣告就是在行樂 這個梅艷芳的媽媽很本事 她第一個搞的人 進去上水 聽過 因為那時候交通隔絕 生了一些人不出來 她走入裡面 元朗、上水、大埔 租了戲院 早些團進去唱 真的帶了一個行業的先頭 你說香港人多靈活 是的 那時候的環境和現在 又不一樣 其實條件被人分析 我們說回來 寶慶入華地 唱歌的歌壇 唱紅了一個人 到現在還在紅 越來越紅了 這個人 鹹魚翻山 尹剛 厚水鍋 廟街歌王 對,廟街歌王 為何要提出越南 尹剛在越南做大戲 他是越南華僑 他來了香港 他最早 這個也是奇才 他最早 就是學人見輝把聲 他都算厲害 出了一些帶子 叫新人見輝 就拍劉彥華 劉彥華 劉彥華是我師父 那個女歌手 女歌寧 我跟過劉彥華學過 他拍劉彥華 就出了一些錄影帶子 他在廟街賣 後來他真的厲害 一唱萬惡人迷手 真是鬼才 有幾分次 身馬仔 你十八十八 真是東生馬仔 有幾分次身馬仔 真是像的 尹剛 然後進入廟街賣 自己寫詞 填詞 製作咸水歌 口水歌 荷里活有個大酒店 什麼肥婆六個波 你這個壞東西 有什麼小巴歌 真是厲害 那些咸歌 他再改過 但他不是咸的 他不是 譬如你說荷里活 那首歌很文明 荷里活 有一間大酒店 三個肥婆 吃東西 原本就是三個肥婆 六隻列 但他又不說六隻列 原本的歌詞就是這樣 他真是鬼才 他在越南 華僑來到香港 但我們知道他早期 在歌壇的人 每個人都有很多嗜好 後來他結回老婆 管他 現在變成了 他嫁了島 嫁了島 嫁南島 老婆很好 非常好 兩夫妻我也認識 是嗎 那個李麗 非常好 他現在經常打乒乓球 跟我的朋友 在廣告中心 在廣告碼頭 有個賽馬會會所 說起允光 就說了一件 稍為歷史性的事 給大家看看 你們這件事 就是越南人 因為允光越南人 就是能扔到越南 1991年 這個就是我人生 幾乎在這裡死了 應該是見不到我的 我不是被人暗殺 我都會害怕 因為那時共產黨小 你聽我先說 你聽我先說 在越南 共產黨 就不准搞宗教 OK 全部禁止 禁止 禁止 這個大和尚 昔明珠就是國會議員 就要跟政府支持 我叫明珠大師 你不要支持 你在當地人 你隨時收你工 我自己下去幫你 跟越南政府講數 因為昔明珠和我是一個組織的人 是蘇聯集團 同一個組織 我就下去越南 就跟政府講數 我當然是時矣 這是90年的時候 91年 91年 下去 一本佛學書 什麼都沒有 耶穌教 沒有天優教 沒有善文 絕對沒有神 我就跟他們爭論 有一些很囂張 那些官員 有些人說 我們共產黨 什麼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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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問他們 我們南北旗打了幾十年 從法國人的時候 電蝙蝠開始打 差不多 那些小子打仗 打到傻了 打到傻了 好了 你給美國 在歷史上 個人都說 美國出賣藍穴 他臨到 未解放之前 就點了 吳廷嫌 退後一個事 都未能死 退後一個事 如果他美國佬 那些將領 跟我說後來 美國佬如果說 不能幫忙 南越的能力 可以擋不如 都打到三年 他會留意 拆了彈頭 拆了那些將領 上戰艦開會 都算全了 美國佬真是 變成了 兵敗如山島 彈頭 拆了炮彈的彈頭 拆了在將領上 沒有人指揮 然後下命令 器械投降 那些將領 真是敵眼淚 多慘 杜倫到胡子明氏 說回你這筆 好了 他這筆 就和政府紮馬 紮馬 即是你贊助印刷廠 出佛學的書 但你要跟他談判 他不扔 跟他談判 我就問他 也有一個大官 有些良知 我們打了五十年的仇怨 南越和北越 你用甚麼東西去化解 你用哪種手段去化解 我越南在歷史上 全是信神、拜神、拜佛 當年佛教徒自焚 是的 你不就把他們印書 這些是前世因果 這些是業力的 現在就好了 就算了 這樣爭論一段 才叫人家做 又要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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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一大難餐 跟著回到香港 好心又好抱 美國越南南民總會會長 親手寫公信 他說 郭先生說 我們真的搞了很久 都說不定 他就說不定 越南政府 很感謝 他說你都算八人幣 那你佛教的書 然後基督教 甚麼其他宗教 都可能 那些我不敢說 就是我意思 他可能會這樣想 對嗎 好 為何危險呢 因為他那些人 見到大老闆 看見大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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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人就不認識 好人在他 不是那些情字單位 就是那些文化部的人 我說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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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入 我很小心 我沒有隨從 但是 顏色明珠 就有一兩個月 來幫助我 日後 你以為怎樣會死呢 但那次給我啟示很大 因為我就是屎花行做駕倆 明的 拿來不肯到命 暗的 拿來命 我那晚睡在酒店 很精神 吃完東西 就睡覺了 半夜 一到這個 微時 微時 三點幾 微時 突然間痛到 出不肯到聲 什麼痛 整個下身痛到 不是肚痛 周總的下身痛到 全都打著 可以出不得到聲 電話打不得到 這麼邪 我 難怪師傅說 不要亂 你了 你了 做駕倆 那關什麼事 這是很深奧的學問 這是很深奧的學問 這是很深奧的 你真是做駕倆 原本是越南人 還要拾一輪苦的 你真是搞信佛 讓他們弄回佛書 這就是做駕倆 你真是做駕倆 你真是做駕倆 屎花行 然後就是 可能中了降頭 你了 痛到 打不響電話 百無了賴 身又動不了 就是痛到 喵喵不肯到 痛 開門起不肯到身 我一身人唯有最難記住 整半經的 只有心經 金剛經我背不得到 金剛經背到就是天才 你背不得到 如果你金剛經說背到 我一定當你壯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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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開不了聲 唯有 如果這樣 就收工算壯 睡在床上 我記得佛祖說過 你有甚麼問題 最放鬆的人 輕呼吸 慢慢輕呼吸 心裡便會唸那段心經 一邊唸一邊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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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一邊唸 真的有效 因為心經夠漂亮 還沒有 雨後一提起 所以博士印了很多心經 送給人送 他也送給我 印了很多心經 懂得背心經 老實說 至少二百多字 金剛經 我們當時背的古文 也有幾百次 唸心經 我知道很多人會唸 但我在文化中心念那些經文 那天經經 我們祖師的歌 也有二千多字 我沒有唸那十年 突然唸這樣 今天唸一段正道歌 也有二千多字 那些我背得到 這樣經我背不到 好了 那麼厚 大哥 怎麼背 要背也能背 好 下次再說 好 節目時間到了 這個節目夠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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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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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